大家好,我是中心社谢彦斌,我现在的位置是北京钓鱼台国宾馆 中阿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即将在这里举行 习近平主席将通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四位阿拉伯国家元首 共同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今年可谓中阿关系的大年,中阿合作论坛迎来了20周年 而部长级会议是中阿合作论坛的一个长期机制 由各国的外长和阿蒙秘书长组成 在中国或阿蒙总部或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轮流举办 会议主要讨论加强中阿合作,回顾论坛行动计划执行情况等 此次会议也是2022年首届中阿峰会成功举办后 论坛首次召开的部长级会议 对落实中阿峰会成果,加快推动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 具有重要意义 在现场我们看到与贵方国旗一字排开 囤积合作携手并进的寓意彰显期间 2004年在位于埃及首都开罗的阿蒙总部中阿合作论坛宣告成立 20年来中阿合作论坛建设由小到大 已成为中阿双方加强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 论坛框架内已经建立起部长级会议 战略政治对话改革发展论坛等多项重要机制 涵盖经贸能源技术创新 医疗卫生等诸多领域 在中阿合作论坛机制的推动下 中阿务师合作成果丰盛 中国已经连续多年稳居阿拉伯国家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 中国已同全部22个阿拉伯国家和阿蒙签署于带一路合作文件 实现全覆盖 埃及新城 叙利亚玫瑰制品 图尼斯 橄榄油 沙特椰枣等阿拉伯国家特色产品正日益受到中国消费者欢迎 而新能源汽车 家电 智能手机等中国制造也走进越来越多阿拉伯民众的家庭 阿拉伯言语说语言是叶子 行动才是果实 此次部长级会议将如何进一步发挥论坛对中阿合作的规划引导促进作用 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在刚刚的开幕式主持讲话中 习近平主席宣布中方将于2026年在中国举办第二届中阿峰会 习近平主席也指出中方愿同阿方构建五大合作格局 涉及创新驱动 投资金融 能源 经贸 人文交流等合作 相逢快山海 相知于千年 当前中阿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主演未来期待中阿双方以举办部长级会议为契机 共同擦亮中阿合作论坛这块金字招牌 建设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